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缘身后的八个特质 赶紧看看你有吗 一起来听 有些人学佛一点就通 而一些人无论读多少经书还是拜佛 心中始终都是迷惑的 为此 针对这样的问题 星云大师有着自己的解答 他说 人与人之间是有着缘分的 没有缘分就不会相聚 与佛也是如此 如果和佛没有缘分 就算是再怎么用功也是徒劳 而佛缘身后就有着这样八个特质 赶紧来看一看你有没有 一 空无心 所谓空无心 就是指内心要像虚空一般 既能容万物 也能放空万物 星云法师说 虚空里僧罗万象 无所不包 为人在世 世人的内心也当要像虚空一样 放空一切 不去执着事物的形色 在面对他人是非善恶之时 更是要坚决地以虚空心来看待 因为我们越是执着于事物的对错得失 受害的也只会是我们自己 彼时心不得开解 智库就会越来越多 最终让人劳神伤心 扰乱的也是自己的生活秩序 反之 如果我们可以用虚无的心 去放空一切事物带来的不良影响 做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 用更大的智能包容一切 那么世事皆可疏怀其门 人生方可安享自在协议 所以空无心一定要大 这一点尤其重要 不容小觑 二 平等心 星云法师说 人要放大的心量就是平等心 也就是佛家口中所说的 无分别心 因此 学佛的人 如果要真正见到我们的真如自信 显发我们的真如自信 见自己的本来面目 一定要对众生和对世界 有一种平等的观点 平等的心 其实 世间所有的纷争 皆起源于彼此之间的分别心 人与人之间有了阶级分别 才会出现骄傲和自卑 国与国之间有了实力上的分化 才会有霸凌和臣服 这种身份地位上的不平等 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扭曲 也正因如此 人才会认识到自己的优势 并且滥用自己的优势去伤害那些弱小的存在 所以 要想化解纷争 当务之急就是要抛弃分别心 培养平等心 当人们深刻认识到 人与人之间虽有高低之分 却无身份贵贱之别 对任何众生都可以无差别对待时 那么 平等心充沛了 也就不会见到人家的过患 善恶 彼此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缓解融洽 甚至先前的恶缘 也能在善意的转化下变为善缘 届时 左右逢缘 这便是平等心所带来的最大利好之处了 三 慈悲心 星云法师说 人要放大的心量就是慈悲心 佛要慈悲 人也要慈悲 人没有慈悲心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倘若没有了慈悲心的关照 世人就无法区别行为上的对错 得不到正确的思维指引 自然而然也就会造业犯错 因此 当我们和别人起争执时 与其和对方争纷相对 闹得个老死不相往来 倒不如与善与乐 为之拔苦除难 不管事出何因 谁对谁错 倘若我们能够心怀仁义慈善 可以去发自内心地宽恕别人的过错 甘愿化解痛苦 那么与人与己 这都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有慈悲心加持 在带给别人幸福的同时 也是在给自己营造安乐 以如此智慧关照 相信日后做人做事 自然也就是无往不利 受益无穷了 四 包容心 星云法师说 宰相肚里能撑船 人能坐到胸怀宽广 海纳百川 那么其内心 必然是充满正能量的 是积极向上的 对于这样的人而言 生活中任何的伪逆恶缘 解决起来都是不在话下 有了包容心的帮助 再大的仇怨 也可化干戈为玉帛 同时 包容心量大的人 为人最是大度 也深讨他人喜爱 在生活中 他们不拘泥于小结 和任何人都能融洽相处 不会以自我为中心 愿意付出去包容别人 身边自然也就常有贵人相助了 所以说 他们也是非常有福气的 五 感恩心 星云法师说 世间有福之人 必定是感恩之人 善用感恩心来待人 则人人都是良事亦有 用感恩心来处事 则世事都可皆大欢喜 感恩一个人 并不一定非要我们 接受过别人施语的 实质性利好 才能去感恩 其实 对于世间所有众生 我们都可以心存感恩 例如 感谢别人 给予过自己言语上的鼓励 感恩别人 在自己最伤心之时 给予过自己一次笑容 这些都是值得 我们去用心感谢的存在 当我们可以用一颗感恩的心 去面对世间 有情无情众生之时 那么世间 也就不会有人 与自己对立了 六 祝道心 祝道心 通俗来讲 就是一种以德抱怨的德行质量 星云法师说 他人对自己有爱 我们固然要心存感激 可纵是他人对自己不善 我们也不要心存记恨 而是要将自己遭逢的不顺 视为精进人生的逆增上缘 三国鼎立时期 孟霍的叛乱 严重危害了蜀国的稳定 但诸葛亮在讨伐南中时 却一次次放走对手孟霍 最后使桀骜不驯的孟霍 心悦诚服 从此效忠蜀汉 听命于诸葛亮的调遣 成为蜀国巩固后方的基石 人活一世 学会包容不难 可若是能够在包容他人的过错之时 加得以德抱怨 将自己在受苦受难中所悟所得 返还不失给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 那么此举便是最大的功德所在 七 惜福心 惜福就是珍惜自己的福报 星云法师说 如果一个人总是去看别人的是非过患 去主动挑起是非争端 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 折服造业行为 因为认识不到事态的严重性 惜福心不够 所以才会逐渐陷入情仇称怨之中 不得醒悟 因此 要想断除这种不良现象 培养自己的惜福心 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首先就要清楚认知到一个真相 那就是福报本是消耗品 根本经不起挥霍 我们一味造业折服 福尽则获来 倘若我们可以抛开隐匿在内心深处的贪嗔痴一脉 做到三审物身 开始节省福报 慢慢用 合理用 福报得以长存 那么困扰自己已久的祸患 相信也就难以影响自己丝毫了 八 般若心 般若是佛家专业术语 意在最高层次的智慧 星云法师说 般若智慧 是每个人都应该竭力挖掘的 因为唯有用般若的智慧来看世界 才能一览世界的真理 才能真正意义上接近悟道的层面 佛家也认为 人如果不具怀般若智慧 那么他就开发不出法性 也就很难明了事物的真相 这就好比 一个人要想做到人人平等来化解干戈 却因为般若心不够 从而不知如何下手 这个时候 如果有般若心加持 那么他就不难明白 原来自他平等的根本 就在于没有分别心 如此一来 自然才能达到 不见别人是非过患的成效了 由此可见 般若心是发掘一切真理的秘齿 人有了般若心 才会拥有正确标榜的指引 走上正确的道路 总之 我们有了以上的特质 学佛修佛会更加容易 不仅如此 心中会更平静 如今 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餐时代 节奏非常快 尤其是还有瘟疫的影响 各个方面都充满着负能量 而这样的情绪 一直影响着我们 因此 佛学能够帮助我们平复心情 换一种方式思考 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应对困境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